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60秒 我希望你 可以 把哪些缺点都改掉 然后有什么 我们能好好说 相互尊重 你愿意改吗 愿意 你要和我分手吗 那你愿意 回家和我爸妈道歉吗 可以 这么久来 不是我 骂不过你 打不过你 是要吗 那你要和我分手吗 你说 你打分手的话 反正不能分手 愿意改吗 可以改 其量的 开门 有什么要说的是吧 就是我会改我的那些毛病的 然后你觉得我不好 我都可以改 但你就是不要和我分手 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还小 有很多性格方面上的不合 我们可以慢慢去磨合 但希望你以后可以做到相互尊重 然后有话好好说 然后有话好好说 行吗 可以 说完了吗 对着镜头给人父母道个歉吧 阿姨 就是上次说你做饭 太闲了 我不应该这样说的 对不起 谢谢阿姨给你做饭没有啊 谢谢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做饭 你以后还敢不敢在家里面都放肆啊 我会尊敬长辈 但是我 对他还是不会太温柔 那反正你们俩恋爱的事 你们俩想 你们愿意就行对吧 站在中间来 先邀请我们的小花童 邀请 都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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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给我 你们父母年龄应该都不大 对吧 七零年龄 就行 那我 我基本给你父亲算一辈人了 这肯定算一辈人了 我 我简单地代表长辈说两句 你们要好 我们也不反对 你们慢慢地处 但是你们年龄还小 离结婚啊 订婚这事还远一些 是 你们再磨合磨合 磨合得差不多 欢迎你带着 你们的父母 一起来我们这个现场 我们来给你们补一个订婚仪式 行吗 行 但是我为什么把你们留下了 是因为我 我要送一个这个礼盒给这个女生 这是伊贝斯的白色恋人系列 他说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说 我是爱的色盲 在我的情感世界中只有白色 其实要说恋人爱的要单纯 我今天套用这句话说 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很单纯的 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一个责任或者信念 在我们的世界里也是只有白色的 只有对的东西 对的东西是什么 要学会尊重 孝顺 长辈 要学会尊重我们所有的优秀的传统 你们两个人愿意怎么闹 你们去闹 这个礼盒送给你就是希望这个女生 从今天开始真的在这个层面有很大的转变 好吗 至于你想怎么虐他 他愿意被你虐 那是你们的事 好吗 拿着吧 谢谢 祝你们开心 你们从这儿回好吗 下次带着你们父母一起来 如果你们真改变的话 如果男生的爸妈下次来我们这现场说 我愿意我们家这个儿子娶他 因为这个未来的媳妇还是不错的 对我们很好的 我保证 请这些老师再回来 见证你们的喜庆时刻 好吗 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嗯